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带你来观众 端午节即将到来台北市龙洲赛 从今天开始 103天在大家和平公园举行 今年最特别的是有一群 他们自称为少奶奶的队伍 他们是有一群罹患乳癌 已经接受手术 切除单侧或双侧乳房的妇女朋友 他们都是高昂 不只要争取冠军宝座 还要奋力对抗病魔 周文虽然有点不流利 但气势十足 来自荷兰的龙洲队 穿着代表荷兰的橘色体育服 要挑战冠军宝座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参加 公开男女混合赛 国内外共同竞技 台北体育学院的研究生 每周花三天的时间练习 想要将冠军讲座 当作最好的毕业礼物 练习的时候觉得蛮有趣 大家要更团结 事实上是强迫参加 因为女生是固定的 我们女生比较少 全部强迫参加 那信心啊 应该我不知道 我现在的烦恼 四十万拿到要怎么处理 而邀请赛中 这支称为少奶奶队的女子队伍 全都是罹患乳癌的患者 虽然成员少了单侧或双侧乳房 但斗志却相当高昂 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未来更有自信 我们也有很多 很多家人都来加油 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大的鼓励 少奶奶队和台北市张 喉龙斌所代言的龙舟队伍 护批 实际全力滑上终点 最后虽然输了 但是少奶奶们脸上没有失望 有机会还要再来挑战 记者林姓 庄志诚 蒋龙翔 台北报道